好,今天要开始讲第四章 第四章开始要讲的是有点双元性的波跟particle的粒子的关系 最重要的这一章呢,就是要跟你讲是黑体辐射的概念 所以从这一章开始就已经进入了量子物理或是近代物理在 近代物理的发展时当中的量子物理的开始一个第一个章节 前面三章的话基本上还是在帮你复习你面前的相对论部分 从这里开始的话就是近代物理的量子物理部分 那么在讲这个黑体辐射之前呢 我们有几个地方是要帮你做复习的 请你把它先记下来一下 好,在讲黑体辐射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以前的热辐射部分 大三嘛,对,大三有加热血 那么热辐射的话呢,基本上呢 它会告诉您说呢,你是跟你的材质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最重要的话是跟你的温度有关系 那么简单画一张图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说温度越高 比如说红色的这个T2 温度越高的话呢 它所发射出来的波长就会比较小 频率比较大 OK 那么相对的呢,温度比较低的T1呢 它的频率就比较小 波长比较长 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I的话呢,就是你热辐射发射出来的一个功率 一个intensity OK,这是基本上你要的概念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好 再来第二点要先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热辐射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属于远红外光的部分 基本上就大概是90% 都是属于这个远红外光的部分 那温度越高的话呢 你就是从这个远红到红到蓝到白的温度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颜色可以辨别它的温度 就相当于是你看那个星星 你也是可以看天上的那个星星的话 你也可以从它的颜色判别出它的温度大概是多少的温度 好,这边前面的话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么第四个部分呢 我们就开始要讲今天的重点呢 就是黑体辐射的部分 刚开始的话这里都还是一样一个是review的部分 我就是很快速的播放一下第四章重要的哪几点 刚开始的时候呢先讲热辐射的部分 然后就很快速的先给你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黑体 然后呢等一下告诉你说 那么这一章呢有几个重要的一个 经过Planck的假设之后呢 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定律或是一个现象 OK 那么所谓的黑体呢 OK,这很重要 这近代物理开始的一个第一个章节 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所谓的黑体的话呢 就是说它可以吸收这个电磁波 它可以完全吸收一个电磁波 所以人家要是叫你说请你描述一下 什么叫做黑体 或是叫做黑体辐射 那么你一定要写到说 totally这个事情 因为呢黑体的话它基本上就可以全部的反射这个光 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一个金属的壁 那么它是一个黑体辐射的话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那么它开一个小小的洞 然后让一道光呢射进来之后 那么这道光呢就在里面做一个全反射 那么因为这个洞太小了 所以这道光在这个里面几乎 就是说这道光只要射入这个金属这个小洞 射入这个黑体里面之后呢 就不会跑出来了 所以它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全反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呢这个黑体的话 它可以全部的吸收这一道的 那个热辐射 它可以吸收这一道电磁波 或是叫做热辐射 那么我们刚才有讲过 你既然吸收了一个热辐射之后 那么它所发射出来的频率 或是波长 是不是只有跟你这个温度有关系 跟你这个材质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可不可以 如果选择体人家考你的话 说你这个黑体辐射会跟什么东西有关系的话 你只要选跟温度有关系 跟材质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么它这个材质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金属部分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的光呢 才能够做全部的一个反射的一个动作 好 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么呢 我们等一下呢 会在第二小 第二节课的时候 就很仔细的告诉你 这个黑体辐射相关的一个推导 那么它推导当中呢 有几个符号呢 是你要必须要先了解的 好 现在有点是快速的跟你讲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上哪些部分 然后会有哪些东西是你先需要了解的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知道什么叫黑体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等一下我们在推导的时候 有些符号你要知道它基本的定义 OK 好 好 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推导黑体辐射的时候呢 你会用到两种符号 比较常用到的两种符号 你一定要看一下 要不然等一下你下一堂课的话 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 所以第一堂课的话 是基本上是很快速的告诉你 等一下你会遇到哪些 哪些现象 哪些名词 以及哪些符号 太快要讲 可以吗 好 等一下呢 你要推导的时候呢 我们下一堂课要推导 或是等一下这上网的时候 要推导的时候呢 你会用到两种符号 一个呢 就叫做R 然后下标T 然后它一个挂号是随着这个频率有关系的R 那么这个R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你在特定的一个频率 μ 的时候 你所发射出来的intensity 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 我如果用这张图来看的话 你可以了解 就是我特定的一个μ OK 我特定的一个μ 它所发射出来的intensity 这个I是多少 这样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特定一个μ 它所发射出来的I是多少 这个等一下 那个东西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RT of这个μ的关系式来表示 好 那么我如果在这个 在特定的这个μ当中的intensity 我又去做一个小小的一个dV 那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意思的话 是不是就是说 我刚才的这个高度 在乘上这里一个小小的一个宽 所以是变成这一个的小小的长方形的面积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等一下如果在推导公式的时候 我如果写RTμ 这一个部分呢 只有代表一个特定的高而已 好 然后呢 等一下你还要乘上小小的这个dμ的宽 所以呢 这一个符号呢 就代表的是我那个小小的长方形的面积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你在特定的μ加 以及这个μ加δμ之间 你所发射出来的这个能量是多少 好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那这个呢 既然是一个能量的一个floss 就是一个通量的话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能量是在每单位时间 以及每单位面积当中 所发射出来的能量是多少 好 这个通量 floss就跟那个电磁学一样 它是每秒跟每面积所发射出来的能量 好 这是它的定义 是这样子的 可以吗 那么你经过谱物的话 你也知道能量除以时间 就是功率 OK W 所以呢 你这一个呢 的符号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每单位面积发射多少功率 的一个符号 好 那么意思就是说 你当我 我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一个长方形的面积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做积分 好 比如说你从零积分到无穷到或是特定一个μ的范围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个符号就在告诉你说你在这个特定的温度你所发射出来的这一个能量是多少 可以吗 好 就是说你像当于这个鸡那个面积嘛 好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要推导公司的时候 我如果直接写一个rt 就是说呢 你在特定的这个温度之下 OK 你所发射出来的光的辐射或是强度的一个代表 好 好 那么因为你是积分嘛 好 所以你就是把这个单位做更个积分 所以也是一样的 你的单位呢 也是一样是瓦除以面积 那么呢 相当于就是每面积当中发射多少功率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能量的单位 好 OK 就是一个intensity 辐射的一个强度是多少 OK 好 这是等一下你会用到的一个符号表示法 好 所以你要记得 等一下呢 我如果在推导的时候写这一个东西 OK 写rtof这个mu demu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是只有一个小小条的一个面积而已 好 直到我全部做积分的时候 才是跟你讲说你在特定的温度之下 你所发射出来的辐射或是强度是多少 可以哈 这等一下会用到的一个 一个一个符号 好 那等一下黑体辐射的时候 我们会必须要用到这个两个的推导 好 用这两个的定义的推导 推导出来之后呢 你又会加上这个plank的假设 然后呢加上plank的假设之后 你有两个定律很重要 好 也就是这个黑体辐射两个定律 很重要的两个定律 我们先把它写下来哈 好 经过呢plank的假设 假设之后呢 以及大概刚才带入那两个关系式之后呢 你会得到两个很重要的实验结果 好 这个就是在黑体辐射很有名的 两个重要的实验结果 第一个叫做stevenslow OK 那么什么叫做stevenslow呢 好 我简单的用红色框框帮你标射出来 就是说呢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rt 也就是我刚才指的这个 积分出来的面积 OK 积分出来的面积 会跟你的温度的四次方 是成正比的关系 OK 那用画图的来表示的话 好 比如说一个温度比较低的t1 一个温度比较高的t2 好 那么stevenslow呢 就是告诉你说 刚才就是代表是积分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下面围出来的面积 好 大概会是有 跟你的温度四次方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温度越高 它所积分出来的面积也会越大 OK 好 好 那么这个公式呢 有当中 因为你是正比嘛 所以相当于你中间就插了一个常数 OK 好 你常常插出常数 那这个常数呢 我们就叫做是stevens的botsman的常数 这个常数会在你这个黑体辐射当中 常常会用到 好 所以务必呢 请你慢慢的就习惯要用带这个公式了 好 那么先看一下 你先看单位 好 你先不用急着记 你先去看单位一下 我们刚才是讲过这个rt的单位 就是每单位面积的瓦数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是有每单位面积的瓦数 好 那么既然是这个常数 所以它是不是还要再跟这个t四次方 也就是温度k 再除一个k四次方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小心 我现在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只有记得前面这个数值 你要记得后面是什么单位 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带前面这个数值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 你的温度是要用度c 还是要用k k 你不要乱带 你不要 我告诉你一个什么 一百一千 一千度c 那你就把它带一千的 你一定要换成k 你才能够带这个常数 懂我吗 然后再来的话 面积也一定要带公尺 你不能带平方公分 就带开始进去 带进去算 那这样子的话 纵使你知道这个常数 你也不知道这个单位是要什么 那你这样才是算错的 要小心单位 好 那这个常数呢就变得 如果你记得这个单位的话 那么这个常数就变得很好背了 你只要背 五六七八 对 你就这样背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这个常数不是一个难处 我是要强调告诉你说 你单位不要带错 学生通常都是这个都还背得很顺 五六七八 可是呢 你的单位就会弄错了 那单位弄错的话 基本上你这个体也就算错了 所以这一个Steven's law 你积分出来的面积或是intensity强度 会跟你的T4次方式有关系的 成正比关系的 那么中间的常数呢 就叫做Steven-Boltzmann的Constant 这是你黑体辐射第一个很重要 也很常用的一个实验结果 那第二个叫做Wins Displacement 好 第二个实验结果很重要 叫做Wins Displacement Law 就是 有人翻译什么 Wins的位移 位移的那个定律 好 那 你先看图 先看图 我在那边跟你讲 你会说 刚才的红色在右边 好 现在的红色在左边 为什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波长 对 现在是变成波长了 对不对 所以波长 是不是跟这个 频率 是刚好是相反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记得 这个Steven's law的话 他画图的话 是画 Exto是μ 对不对 所以你会越大的话 就越往右偏偏 但是在Wins Displacement Law的话呢 它重要的是 在探讨的是波长 所以呢 我们就把波长 当作是X走来画 那这时候你温度高的 就要往左边了 对 2000 1500 1000K 这样子慢慢的过来 OK 好 那么什么叫做Wins Displacement Law呢 基本上它就是跟你讲说 你每一个温度 比如说这个红色2000K 它是不是会有一个最高的强度 所对应下来的波长 OK OK 我们就称为这个Peak 所对应下来的X走呢 就叫做Lunda的Masma OK 所以这个不是指Lunda是最大的喔 这个Masma是指 你所发射出来的Intensity 是最大的那个波长 可以哈 那么也是一样的 这个橘色的话呢 它所发射出来的一个 一个关系是 会有一个Peak 强度最高的下面 对应下来的波长 就叫做Lunda Masma 那么以此类推 蓝色的话 也会有发射出来最强的强度 好 辐射所对应下来的Lunda Masma OK 那么呢Wins Displacement Law呢 就是告诉你说 你每个所对应下来的Lunda Masma 跟你的温度相乘的关系 会是等于一个常数 也就是说你今天不管是哪一个温度 好 那么你所对应下来的Lunda Masma 你们两个相乘呢 都会等于一个常数 Constant 这样知道吧 好 那这个Constant的值就是2.898乘12-3 OK 这个值呢 液体的时候会有 或者是你到时候弄久了 你也会自己弄起来 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的是 单位 好 你们呢通常呢算到最后 不是会忘记这个数值 有时候数值都记得很清楚 但是就是单位 好 发生错误了 这个M什么意思 这个K什么意思 这个M是mini 还是公尺 好 你这个要注意哦 你如果不知道 好这个K的话 是不是叫做miniK 好就是 10-3温度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M是什么意思的话 你应该要回去看一下你的Lunda 乘以T嘛 对不对 那这个T的话还是一样的 你要用度C 还是要用Kelvin的那个温度 K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小心 你还是要把温度用K来带 然后要小心的是这个Lunda 好 Lunda的话 就相对之下 你要用什么工 你要用什么单位来带 公尺 好 你不要就出在错误在这个地方了 好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用这个Wins的Displacement Law的话呢 你的Lunda 波长 一定要用公尺来带 温度呢 你一定要用Kelvin的温度来带 可以吗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好 好 最后我们就举这个例子 哈 我们来开始应用一下这个Wins Depacement Law 这个 这个例子呢 也就是要告诉你说 好 为什么那个科学家他知道某个星球所发射出来的温度是多少 基本上他不是拿一个温度机去那边量 对不对 他是去看他所发射出来的这个辐射的这个平谱 好 然后来推 用这个Wins Displacement Law 然后来知道他说他这个星球的温度是多少的 OK 所以这个例子也是告诉你说 科学家到底是怎么知道某个星球或是太阳啊 他们所发射出来的温度是多少的一个例子 好 好 假设我告诉你说 太阳好 就是科学家知道说他所发射出来的浪达Masma 是等5100A OK 好 I 对不对 原子集的I 那么请问你那么这个太阳所发射出来的温度是多少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就是用Wins Depacement Law 对不对 等于浪达Masma乘上这个温度 等于2.898乘12-3 OK 所以呢你现在问题是在这里了 你温度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等于2.898乘10-3嘛 好啦 那么这个浪达Masma 你现在告诉你 你温度是5100A 对不对 你要带什么单位 你要带公尺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5100A 的I 你要换公尺 好 错就错在这个地方了 你要怎么把这个 安全的单位 I的单位 怎么把它换成公尺呢 乘以10的几次方 10次方 所以你要乘以10的10次方 你小的变大的 一定要变-10 OK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求出这个位置数 是多少 好啦 那你算出来了 对不对 就大概是5700 好 单位呢 你又要写什么了 K 对不对 因为你用K带进去算的 你得出来当然也就是K咯 好 所以呢 第一个 你要会出差错的话 就是在这里 你不知道要换算 第二个 你写出来的答案 你也不晓得你要用带什么温度 好 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可以吗 好 如果你可以记得 我刚才在强调的 单位 好 以及单位的话 那么你这一个章节的计算 好 如果是这两部分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好 好 所以刚才 第一堂课 基本上就是已经很快速的告诉你 好 第四章 基本重点是哪些了 那么有一个部分 就是刚才 我们不是在推导吗 好 怎么样利用那个RT μ ofμ的关系 怎么样推导出 这两个实验的关系式 好 等一下我们第二堂跟第三堂课 就是来上这个地方 好 好 请休息一下 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留下来 OK 可以哈 好 我们这第二堂课呢 是要开始做推导的式子了 好 那我们开始一样 也是在着重在黑体辐射的部分 那么要推导这个黑体辐射的时候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Planck的 一开始的话 先有一个古典 叫做Ray June 这两个人 他所推导出来的一个定律 可是呢 他就发现到呢 这会跟实验有点差别 一个很大的误差 尤其是在对比较高频率的时候 所以才有Planck这个人出现 然后Planck呢 做一些量子物理的一个修正之后 就跟实验的蛮吻合了哈 好 好 我们第二堂课呢 就着重在这个部分哈 好 先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黑体辐射呢 要推导的话呢 基本上 是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比较古典的 哈 就叫做Ray June的理论 那么呢 他到最后呢 会发现到 他在低频的时候很正确 可是在高频的时候 却发生了很大的一个错误 那之后呢 才会有这个量子物理哈 或是一个量子学说的Planck 他才提出来另外一个理论 之后来修正这个古典 哈 所以古典也不是完全错 只是说呢 在某个频率的时候呢 你是必须要藉由量力的哈 量子物理来解释 才能够成功的描述清楚 整个趋势是怎样子的哈 所以这个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子 先讲古典哈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古典的Ray June的一个理论 他来解释这个黑体辐射的一个现象 是怎么样子的 OK 好 那我刚才在上次堂课有比较大略跟你讲一下 所谓的黑体辐射的话 简单而言 哈 就是说有一个电磁波 那么它是在一个金属壁里面的一个 然后所发射出来一个热辐射的一个现象 OK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你这个电磁波在这里面 因为你都能够比较稳定的存在的时候 你基本上是在这里面形成一个珠波的形式所存在的 好 如果你这个波在这里面不是形成珠波的话 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稳定态 好 那么到最后就被DK掉 如果你能够稳定存在的话 在这两个金属壁的结点 好 这样之间呢 会成为一个珠波的形式 OK 那么电磁波呢 在看那个浦物的时候 是不是跟你讲说 它是跟你的位置 以及跟你的Omega T 是有关系的 对 基本上是先到这里一个基本常识 可以哈 好 那我们开始了 我们开始呢 要来推导那个黑体辐射 然后藉由古典的方法 来推导它的那个黑体辐射 首先第一个 你会问的 也是黑体辐射最常考的部分 就是要你去求 一个假设是一个立方的一个黑体 像这个正立方形的一个cubic 它的黑体里面 它能够容许多少个 珠波 OK 这最常考的问题哈 OK 那么我们呢 现在 先从一维开始讲 一维是比较简单的哈 好 这部分就开始很重要了哈 你就知道要怎么样 把这个物理概念推导出来了哈 那这个方法 不管是在静物 亮物 好 或是固态 固态物理 你也会常常用到这种方法 好 或是甚至是热酮 好 热力血 也会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推导 好 所以你要 你只要一懂 你应该整个其他科目 或是你用其他科目的知识 来读这里 你应该就很容易了解 这怎么推导出来的哈 好 所以我们先从一维 开始来推导 好 在一个立体 的黑体里面 它可以容许几个 助波 存在 好 先从一维开始 来推导 好 第一个 会问的就是问你 在这个黑体里面 可以容许几个 助波 好 的关系式 好 OK 我们先用一维 比较简单的方法来看 OK 你这个方法一定要学哈 这不管 这不管在热力的时候 你也有上过 在 亮物的时候 你也会上过 甚至在你以后 大肆的时候 固态物理也会上到 所以 这个方法 很常用 然后呢 也很流通 所以不管你是考什么的 这个方法也蛮常好 蛮好用的 可以哈 好 我们先听 先听我说 好 你先听 你先听哈 你要听得懂 听得懂 你之后你自己推 你都推得很顺 你注意听哈 先听 先停一下 比来 先第一个方法 我先用第一个方法 来教你哈 不懂版本 或是不同科目 它会有两种方法 基本上 我帮你整理在这里 第一种方法 你会看到的方法 是这样子的 假设这个助波 是在一个长度 A A 的一个 范围里面 OK 存在这个范围里面 也就是说 我现在是看一维嘛 所以我先看一段 两边都是印B 都是印的B 然后长度大概是A 在这个B里面呢 它可以容许 有白色的助波 N等于1 对不对 有蓝色的助波 N等于2 也有绿色的助波 N等于3 这样子各种助波存在 对不对 那既然要存在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说 你这些助波 一定要维持一个规则 就是说呢 你这个二分之浪达 不管你是几倍的N存在 你们两个这样相乘之后 一定要等于这个长度A 的关系式 如果你能够符合这个关系式的话 那么你就叫做助波 可以存在 可以吗 然后这个N呢 你可以像是 N等于1 白色的 对不对 你也可以N等于2 蓝色的 也可以N等于3 点点点 这第一个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呢 好 我们先跳脱哈 μ 频率μ 是不是由定义 就是等于光速除以浪达 对不对 那现在呢 这个浪达 必须要符合助波这个关系式的话 浪达 是不是等于2A除以N 所以我就把这个浪达 用2A除以N 带进去 好 没问题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N 好 我现在要看好这个N 因为题目一直说 你要记得你算来算去 到时候要算什么 你就是要算这个几个个数嘛 Number 对不对 那么这个N 是不是就可以等于2A乘以μ 再除一个C 来表示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你要的数目嘛 OK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今天呢 我如果画一个轴 我如果是用N 来画一个轴的话 好 假设呢 当我在某个频率 μ加Δμ之间 就是蓝色这一段长度的话 OK 我这个有多少个数目呢 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个μ 带μ加Δμ就可以了 可以吗 你有多少个Number嘛 所以我现在的μ的长度 就是μ加Δμ 就是μ加Δμ嘛 OK 那绿色呢 绿色这个长度的话 它只有μ 所以它绿色的长度 就是只有2Aμ 除以C 可以吗 那么蓝色跟绿色之间 我现在就是假设 这个X軸 就等于N嘛 啊N就等于这个关系式 这个这样子的方法 那蓝色跟绿色之间 的差别 这一个 是不是就叫做ΔAX 或是叫做ΔN 可以吗 好 那ΔAX就是什么 就是 X prong 蓝色的 减掉 绿色的嘛 对吧 那这两个相减 好 你把蓝色的2Aμ 乘以μ加Δμ 减掉 2Aμ除以C 你把这相减之后 你是不是就只剩下 后面这个 2A除以C Δμ 可以哈 好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我如果今天定义 定义 定义一个符号叫做 NμΔμ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在μ加Δμ之间 μ加Δμ之间 就是红色这一段嘛 你懂什么 我的定义是不是就说 within这个μ 到μ加Δμ 所以是不是就是红色这一段 对啊 也就是红色这一段 对不对 也就是红色这一段嘛 哈 红色这一段的话呢 我能够存在的N 就叫做 就叫做 NμΔμ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个定义 简单而言 我就是在定义 ΔΔΕΚΣ 或是ΔΔN啊 你懂我意思吗 好 我就是说用一个比较 比较正式的名词哈 就是叫做 N ofμΔμ的话 那它的定义 就叫做说 你在μ 到μ加Δμ μ 对不对 μ在这里嘛 μ加Δμ在这里嘛 你这个红色这一段 你可以存在多少个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是刚才讲的 The N 这一个符号 就相当于是 现在用比较正式的名词 叫做 N ofμΔμ 来表示 好 好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今天的 N ofμ Dμ 的话 就是等于Dn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一个嘛 Dx嘛 就等于2A Dμ出于C 可不可以 但是你要小心呢 要能够存在几个 OK 存在几个电磁波 你有几个模式 你一定要乘上它的 可以极化的 偏极化的方向 OK 就像电磁波 这是电磁波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 这一个的话 你还要再乘上2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的是电磁波 对不对 1 对不对 我是不是刚才讲的是电磁波1 那电磁波的话 是不是可以编辑x方向 也可以编辑y方向 所以你这里要乘以2 OK 是因为它可以编辑x 跟编辑y 所以你编辑化方向有2个 好 所以呢 你的定义 N of μ Dμ的话 就等于4A Dμ出于C 可以吗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 好 第二种呢 是从kSpace开始着手的 这个时候你会在不同的书 也会看到这种方法 实际上都一样的 OK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是用kSpace的方法 着手的话 开始 开始写的话 你到最后推导出来的 还是跟我们用mue的方法 是一样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你看你是要从k开始 还是要从mue开始都可以 OK 可以哈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是从kSpace开始着手的话 那么你怎么样推导 好咯 那还是一样 你先停下来 没关系 你先注意听 好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是一维的话呢 所以你还是要fix住 两边的一个bundary 对不对 你还是要符合这个助波 n等于a 除以2pi 除以2 2拍分 2拍 2分之浪达的关系式 对不对 OK 这是助波 你要维持助波的话 你就必须你的波长 要跟你这个a的边长 要跟你这个a的边长 有这样子的关系 是吗 好 那你用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能够存在的波 你能够存在这里面的一个波长 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2a 除以n的关系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跳出来的话 k k是什么 k的话 是不是由定义上 就是2拍 除以浪达 OK 那么浪达 因为你要必须要主 要符合这个助波的 助波的原则 所以2a除以n 所以你这个浪达呢 也就是可以用2a除以n 带进去 OK 那这个2就跟这个2消掉了 不见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k呢 就等于π除以a 乘以n OK 那如果 我今天呢 关系的是 在 n到n加n-1之间 到底可以有几个k 存在的话 那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个n 带n 以及n-1进去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整数 因为他们都差一个整数整数嘛 你这个0进 最近 最近的一个单位长度 是不是 这个是叫单位长度 因为这是n到n-1嘛 啊 然后n的话都是整数整数倍的 所以单位长度的k Δk 就等于π除以a 这是单位长度的k 对不对 那我今天要问你说 你在k到k加Δk中间 就是总共有Δk的这个长度 对不对 我要问你这个Δk的长度当中 你有几个n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是不是只要把这个长度Δk 除以单位长度 除以单位长度叫做Δk 可以吗 就是说在这段长度当中 好 你这个k到Δk加Δk 这个长dk当中 你可以分为几个单位长度Δk 可不可以 你这么长dk当中 你可以分几个Δk 那还是一样的 你要乘上它的即化方向 有两个选择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化成这样子的关系式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用dk dmu 好 你用n of k dk的方式 或是n of mu dmu的方式 你可以得到两种不同的关系式 但是这两个 也不是违背的 这两个是相通的 怎么说呢 我只要用k跟mu的关系 你k就等于2π除以lanta 啊lanta就等于c除以mu嘛 对不对 你用k跟mu的关系 你把刚才这个式子的k 用这个mu带进去的话 OK 然后dk 用2π除以c乘上dmu的关系 是带进去的话 你还是可以得到 刚才我们的绿色的式子 好 就是 4a除以c dmu OK 所以你可以用m来表示 啊你也可以用k 来表示 好 所以你有两种选择 那你要是忘记了一个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推导出另外一个 好 同样的你要是 题目要考k的话 你也可以用mu推导回去 变成k 你只要记得k跟mu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就可以互换 好 所以你不管你是看哪一种版本的书 好 不管课本是用k的表示方法 还是用mu的表示方法 你都可以互换的 没有 重途的 OK 好 好 那么我们还没完呢 对不对 这个才一维 是不是 我们要的是什么 三维 好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推三维的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哈 你先 你先听下来 你先听我讲 你听得懂 比较重要 要不然你在推导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就少了那个2 好 或是多了那个2 好 你先注意听 每个数字都有意义的 你注意听哦 好 好我们现在开始要推三维的时候 你先从一维的概念开始建构起 好 你一维的时候 是不是跟你强调了 你的那个单位的长度 好 n 或是你那个 你那个每个n的大小 好 是不是就等于2aμ3c 对不对 我们如果呢 以它当作是一个半径 来看的话 或是一个长度 来看的话 那么这个长度呢 如果到了三维 的话 它是不是就变成一颗球 对不对 那三维的话呢 the n of μ dμ的意思 就是说 我刚才 这个 在一维的时候 是不是单位长度 就是单位长度 dμ当中 它所包括的 Δn 或是它的长度 Δx 对不对 刚才在一维的时候 刚才在一维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的定义 就是相当于 在这么长的 dμ 的长度当中 我可以容许多少的 Δn dn 对不对 我可以 我可以容许多少 dn 或是刚才讲的 dx 对不对 那现在在三维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你用一个球壳的话 你的厚度就是 dR 好 那么 在这个球壳当中 你可以容许 几个n在里面 你懂我意思吗 刚才的一维 是不是 这样子的长度当中 你可以容许 多少个n 那么到三维的话 就变成是这个球壳当中 你可以容许 多少个n 在这里面 好 那 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个体积 球壳的体积 或是单位面积 是不是就等于 4拍R平方dR 可以吗 这是球壳的面积嘛 对不对 或球壳的小小的 球壳的体积 4拍R平方dR 你在这么大的一个长度 或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当中 你可以容许几个 对不对 然后还是要记得 你要两个 选择的极化方向2 然后这时候呢 你的球壳 你的这个R 你的这个半径 就是这个n嘛 对 你可以容许几个n嘛 对不对 要记得 只有八分之一的面积 或是体积才存在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每个n 你的每个n 是不是都要大于0 是从1234开始算起 所以你这个球壳来看的话 你的syz 你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要考虑 可以吗 就是x要大于0 y也要大于0 z也要大于0 所以你只有剩下八分之一的部分要考虑 好 就是这个单位面积当中的n 好 你只有这一个面积 单位体积里面 单位体积要算而已 好 其他的呢 因为都不符合你的物理 所以呢 就把它撇除掉 只剩下八分之一 因为每个n都要大于0 对不对 好 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推出来是这个公式了 好 这慢慢的是数学关系 对不对 现在重要的是 好 现在是三维 对不对 可是要记得 我们刚才的话 因为你三维的话 是不是变成要有一个 比如说像金格里面的话 如果到了固态物理 齁 你要求的金格就是一个立体的 对不对 它就不是像刚才一维的那个墙壁 齁 就不是像刚才的那个壁了 对不对 你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金格 好 这是固态物理的时候 周期性的金格 所以你在算三维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都是属于一个 比较周期性的一个 boundary的condition 齁 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周 金格或是排列方法 就不像一维的那样子了齁 那这样子的话差在哪里 差在 刚才我们用一维的时候 你在翻你的笔记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你的一维的时候 你的delta k 是不是等于pi除以a 可是当你如果是要算三维的时候 是要算金格 的一个 那个 periodical boundary condition的时候 你的delta n 依照这样子的关系式的话 你会变成2pi除以a 这是最大的差别 好 那如果呢 你有小心到这一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把你刚才 我们 我们刚才推导出来这个公式 好 2a除以dk乘以pi 你这就变成是多少 你单位面积 好 你单位面积 是不是4pi k平方dk 你能够容许几个单位体积 dk 然后也是要 要乘以2 两个选择项 ok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推导出 三维的公式出来了 这就是三维的地方 ok 所以呢 基本上 要从一维 推到三维 好 你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球殼 然后要小心 只有八分之一的球殼存在 物理意义 好 物理意义只有八分之一的球殼 其他的球殼不存在 然后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你当你变成一个三维的 一个周期性的 bundary的condition的时候 你的delta k 是要两倍的pi 2pi除以a 而不是像一维 只有pi除以a 好 这个是要注意的 那其他的方法 你用一维的概念 你就可以求出来了 好 所以这是三维 跟一维最大的差别 就在这个八分之一 还有这个二 其他呢 就三维的话 就这样子就出来了 好 好 我们先到这里好了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公式 然后来看瑞一郡 好 古典的 还有亮丽的plank 他们怎么用这个公式来解释的 OK 好 这一堂课呢 就是把刚才第二堂课 我们推导出来的东西呢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做一个 呃 瑞一郡的方法 为什么他会需要做修正 然后plank又在哪个部分做了修正 好 以致整个呢 整个都跟实验的实验的结果就很吻合了 好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 古典的 古典的 古典的瑞俊的理论呢 它到底是对了哪个部分 必须要错了哪个部分 必须要做修正的 好 还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用第二堂课所推导出来的 每个单位如果在一个delta mu当中 它能够容许的n 容许的这个量子数 到底有几个n 好 好 这个是第二堂课 绿色框框的话 第二堂课所推导出来的 OK 那么 瑞一郡的理论呢 基本上而言就是我绿色 我橘色写的这部分 好 这个就是总体而言呢 你要知道瑞一郡他在 他在推导黑体辐射所需要 所推导出来的一个关系是 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这个橘色部分 这个部分也蛮常在练习体的时候 会需要 写作业的时候需要弄大的 这等一下再讲 我这个部分只不过是帮你做个 总结在这里 但是他仔细的推导 等一下我们会慢慢讲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以后 你以后要考试了 或是要 或是要考研究所考试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重点标示出来 整理起来 这样就是差不多了 然后你要知道 每个概念怎么样建构起来的 OK 好 第二堂课的话 就是在绿色框框里面 我们有做了解释 对不对 好 那瑞一郡怎么用了呢 好 他第一个 他就是用古典的方法 他都是用能量均分的方法 这个普典的方法 的概念来讲呢 这个普典有讲过嘛 对不对 就是说你的能量均分的方法 就是说呢 你只要一个维度 好 就是叫做二分之KT OK 你的平均的能量 就是叫做二分之一KT 乘上你的自由的 你的那个freedance的 那个 你的自由度 到底是有多少个F 对不对 好 这是普典有跟你讲的 这叫做能量均分的方法 OK 那对于这个在做减斜震荡值 好 那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减斜震荡值 这个概念 OK 那刚才我已经基本上跟你讲过 就是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以后 你会处理到经格的问题 比如说固态啦 对不对 你经格在震动 基本上那个经格在震动的时候 你受到的这个热扰动 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 减斜震荡值的震动 OK 所以我们也会用减斜震荡值 来算这个热辐射 好 为什么会用辐射 好 就是因为你的分子里面 你讨论的分子 或是物质的晶体 晶格里面在做震荡 那这震荡的话 就相当于是一个减斜震荡值的震荡 好 那如果是在震荡的时候呢 如果是在异尾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有动能 也会有胃能 好 二分之一ks平方 加上二分之一mv平方嘛 所以你会有两种能量的自由度 好 所以你 你如果在算这个晶格的时候呢 你的f呢 就要带二 带二进去 OK 好 带二进去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了一个 对于每一个减斜震荡值 你就会有一个kt的能量 OK 好 好 那么任意俊怎么说的呢 好 你注意看这里的概念怎么弄的 好 这个mu是什么意思 mu的话呢 就是单位体积 单位体积 好 然后有多少个震荡值 好 有多少个n在震动 那每一个震动 那每一个震动的 的 的那个 Oscalator 好 震荡值 它每个能量就是kt 懂我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我单位体积内 总共有多少个能量 所以这个就叫做能量的密度 Energy的density 可以吗 好 你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能量 每一个震荡值 它的能量就是kt 那你总共有容许几个震荡值在里面 所以就叫做能量的密度 分布 OK 好 那么 这个Δ 这个n呢 就是 nΔmu呢 就是刚才我们第二堂课所推导出来的 8π V 对不对 μ平方 dV 除以c平方嘛 你现在呢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单位体积 以及呢 你的每一个平均能量是kt OK 其他的话就第二堂课所讲的东西嘛 好 那么 用这样子的方法你就得出来了 这个就是 我刚才帮你做个结论的 这叫做Rygin的 公式 如果你要用Rygin来算黑体辐射的时候 它单位体积所发射出来的能量 就是这一个橘色的公式 对不对 好 那这橘色公式发现什么错误了呢 你看啊 这个橘色公式 8π 是个常数 对不对 这个k也是一个常数 温度也固定了 C呢 是光速也固定了 剩下这个μ 对不对 所以你发射出来的单位体积的能量呢 你会跟你的μ平方成正比 那μ平方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去画这个μ 跟这个单位体积之内的能量的关系式的话 你会发现 你的μ越大 你这个low单位面积的能量就会越大 那么越来越大的话就会趋向于无穷大 对不对 你就变得很大 可是你实验上呢 你去detect去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我们一开始第一堂课的时候跟你讲说 实际上实验的话是像橘色的 趋势的 对不对 它有一个peaker 不是像这个无穷大这样子去 就是呃 呃 成它这个呃 平方倍的这样子的关系式 这样子的能量就会分散 散乱的方法 所以呢 瑞义菌基本上它有对 古典不是全部错 它对在哪里 它对在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比较低频的部分 它是在比较低频的部分 是正确的 可是当你的这一道光 你的这个辐射的频率 如果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生错误了 OK 所以这个是要修正的 所以 需要修正的部分 这一部分是在比较高频的部分 OK 所以在这之前呢 人家都称为 因为频率越来越大嘛 所以有的人会把这一部分 高频的部分叫做 紫外线灾难 就预测错误了 比较高频的紫外线灾难 就是这一段 但低频的部分是非常吻合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古典不是代表全部错误 而是有些地方是要做修正的 好 好 好 那么要修正的话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Planck的人出来了 所以Planck这个人 基本上也是第一个 为什么量子物理他 他奠定的 他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这Planck就开始引导出 一个量 量子物理的概念了 他要去检查的时候 看看他能够做哪一个部分修正 OK 那么他就发现到这里 所以能量均分的部分可能会有问题 为什么 你看一下 这个能量的均分是不是二分之KT 这个自由度嘛 所以他是不是这个能量 完全跟你这个频率 你发射出来的这个μ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觉得 这个部分就是他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地方要做修正的部分 OK 所以Planck是这样子想的 就是说你的 你这个能量的分布 既然是跟频率有关系嘛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却完全跟频率没有关系呢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Planck 第一个要做修正的地方 OK 好 这个就是古典的 紫外线灾难的部分 以及热义菌在低频的时候是很 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预测 好 可是在高频的部分就要做修正 好 那这个部分就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Planck怎么做修正呢 怎么做能量均分的修正呢 好 要讲Planck的修正之前 我们还是回顾到最刚开始的时候 你这个能量均分的平均能量等于KT 是怎么出来的 你要先想想看 你要做修正之前 你一定要先了解 它本来是怎么推的嘛 对不对 那你才能知道说 你要从哪一个地方 去做修改 OK 所以Planck的思考逻习 也是这样子的 就说好 你既然要做修正的话 那么你也要从最原始 它怎么样得到KT的 你先去了解 你了解之后才知道说 哪个地方是可以做修改的 OK 好 所以我们也是跟着这样子的逻辑 去看一下这个问题 好 首先第一个 简单而言呢 就是刚才讲的事情 就是说呢 你在 你在低频的时候 你很正确 都是KT 没有问题 可是在高频的时候呢 趋向无穷大的时候 实验上 你是应该趋向于0的 而不是像瑞麗菌一样 是要发散的 所以呢 Planck是在对着 一个比较高频的地方 在做修正 好 那他要修正之前 他就先去回归一下 看到这个 是怎么样推导出KT来的 也就是古典的方法 怎么样去求出 这个能量均分 等于KT的答案的 所以呢 你先从古典的开始来看 来检讨一下 古典的话就叫做波兹曼的分布 对不对 这大三的话 热力学 热学 就会修到这部分 对不对 那他怎么说的呢 他意思就是说 你要做波兹曼的分布的时候 基本上他就假设了 你一个分布 你一个分布的话 是跟你这个温度 是成一个exponentia关系的 这是一个分布 能量的分布 这是能量 这是分布 能量的分布 是成上一个exponentia关系的 也就是说呢 你既然是成正比的话 意思就是中间会有一个常数a 好 会等于一个常数a的关系嘛 对不对 好 那你如果是要算能量均分的话 平均 什么叫平均 好 热力学教你平均方法的话 就相当于是 你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想 好 比如说 你这个学期总共修了20个学分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学分呢 你有考多少分数 把它加起来 这个就是你这一学期的平均成绩 对啊 你可以这样想 OK 好 这叫做平均能量 OK 好 那么平均能量的话呢 因为你有每一个权重不一样嘛 对不对 你每一科 比如说近代物理是三学分 好 你就 你的权重就是三嘛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分布 分配 的p 好 的那个分配率是不一样的 那它是跟你的能量是成一个exponential 关系 好 那你在这一科 考了几分 多少能量 可以吗 好 如果是一个不连续态的话 你就是用sigma 如果是一个常态 呃 有一个连续态分布的话 你就是用积分 是不是 好 好 所以这样子的平均能量的方法 你没有问题嘛 好 剩下来就是数学的问题了 对不对 那你再来你要用什么方法来算 你应数 是不是有教过你部分积分 有没有 好 这叫做部分积分法 对不对 部分积分法是什么意思 好 我 把 这一个能量 当做是一个U OK 然后呢 我把后面的exponential 这后面的这一个东西 V OK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呢 要用部分积分法 好 μ div 的积分嘛 是不是 可以吗 好 那积分的μ div 的积分 那我用部分 那部分积分法就告诉你说 如果 的话呢 你的dmu 就等于d 一设为是后面 这个exponential 关系的话 OK 好 那你积分 积分后之后 你可以 你看喔 我这边做了一个 小技巧 我把 这个exponential 是当做 这个 我把这个积分 比s 比能量的话呢 我也把它做个小修正 OK 好 那你做这个修正法之后呢 好 那你看 你这把它积分之后 我刚才说过 你 你这里把它做一个 技巧 你这里呢 跟你的exponential 一样 用个方法一样 是x弄除以kt OK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里多除了个kt 这里是不是 就要乘上一个-kt 把它补回来 好 这样子才能够 完全 一样嘛 好 那你用部分积分法的话 就是 我就是要算 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东西 叫做是我要算的i 那用部分积分法的话 是不是就是 你要积分μ底v 就相当于等于 μv 减掉积分v底u 是不是 OK 好 你用这样子的方法 然后这两个相乘 mu 呃 u乘上v OK 然后减掉 这两个相乘 是不是 好 部分积分法 是不是 会不会 好 然后呢 你要记得 你这个积分的范围是零到无穷大 OK 那这里是零到无穷大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 用这样子带进去了 好 然后呢 你会把它带进来之后 OK 就剩下这里部分 OK 有没有问题 好 这里有一个不见了 是吧 好 这里等于零 就等于kte 嘛 对不对 然后这里等于零 也会一个kt OK 然后到最后 有一个消掉了 好 你自己回去算一下吧 这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是古典的 对不对 好 重点就是说 这个古典的推算出来的话 等于kt 好 好 那plank怎么做假设了呢 plank做了一个 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地方 你先想看一个科学家 要建立一个新东西出来的话 除了要 除了要知道 哪边地方是可以修改的话 有时候是要做一点 假设的 plank就在这个地方做假设 他假设 你这个能量 不是连续的 他觉得 是一个 能量 是一个不连续的 也就是说 他把这个能量 当作一包 一包 一包 来处理 而不是一个连续的 像一个水流一样 这样子积分的 OK 所以plank跟这个古典的 Botsmann的分布呢 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把这个能量 当作一个不连续的 是用一个一包一包的能量的概念 来处理 所以就是要用积分 用summation的 而不是用积分的方法 OK 好 这个是古典的 那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plank 怎么把它变成不连续的 一个处理 好 这是plank的想法 就是说plank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他把能量呢 是当作一包一包一包 来处理的 所以它是一个不连续的分布的能量 所以它把它假设是一个 N N的话的Hμ 的方法 OK 所以你知道plank的墓碑上面 就是有这个H 因为它奠定了量物 不连续态的H出现 哈 它把它当作是一个 不连续态的一个 一个 一个处理方法 OK OK 可以吗 好 那你先 你先听我说哈 它把它处理一个能量 不是一个整数 不是一个连续的时候 那你再回归到 刚才的样子来看的话 你也是要算一个 平均能量的分布 哈 只不过是现在呢 你把这个能量呢 当作是一个不连续态 然后来处理 哈 后面的话就是数学 你要小心 哈 怎么看呢 首先我先角色一个 哈 Hμ除以kt 等一个常数 叫做α 来处理哈 这后面都数学 那你要小心 因为 这部分还蛮长 要让你练习的哈 好 那么你现在要算能量均分的话呢 对 平均能量的方法 好 你要把刚才的能量 用一个不连续的 NHμ带进去 OK 好 那你说要干嘛 要用α 因为用α的话 我的exponential 是不是简单多了 我就不用每一次都要 还要写 x long除以kt x long除以kt 对不对 我就直接用Nα来表示了 OK 好 那你用这个方法来 你先注意看 那我们现在要做上面的这个数学处理 好 首先你先看一下 有一个小技巧 好 就是 你先跳通出来看到 我如果用一个ln 里面是一个summation的积分的话 exponential的 的那个summation 起来的话 那我对这个ln做一个微分的动作 ln的话 是不是lnx 我如果是要做一个ln的x 对不对 我如果ln的微分 是不是相当于是什么s分之1嘛 对不对 所以也是一样的 我是要先把这个部分 放在分母分之1嘛 对不对 然后我还要再做上面的微分处理 是不是 好 那做上面的这个微分处理的话 这个n就跑下来的 -n下来了 OK 好 你这个微积分 你不会的话 你下课再来问好了 好 然后再来 summ的话呢 所以你看看 我看看我这个分子的部分 我分子的部分是不是一个n exponential出来了 对不对 分子的nsexponential 还有分母的exponential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ln的微分来表示 就相当于是这样子 好 我就是说 我把分母的n summation 还有exponential 还有分母的 用ln的微分来表示 好 那么呢 你要注意的是两个 就是刚才我的假设 是不是α Kt等于Hμ 这是我必须要记得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summation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把n带0进去 n带1进去 n带2进去 n带2进去 加大五重量 所以是变成 带0进去的话 等于1嘛 带1的话 是负α 带2等于负2α 然后加大五重量 所以这个是变成一个 等比比数的数学 对不对 然后等比比数的数学 是等于 1-r分之a1 对不对 那 你的等比 那个r 是不是等于 乘上 exponential-α 对不对 这个是乘上一个exponential-α 所以你的等比的r 就是等exponential-α a1 就等于1 ok 所以呢 你这个积分的话呢 就变成这个公式 好 好 那么呢 我上面的式子的话 α kt 我就可以用h bar mu 带进去了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这个积分 1-exponential-α1 好 我先把它带进去 对 然后剩下来的话 就是微积分的 对 这个是相当于 李典 disponential-α1 的V 次方 我要微分 是不是要先把它 对它做微分 变成 4次方 然后再 这个要先放在分母 然后再对它做微分 变成 4次方 好 ok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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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方 對 卖 对 你看喔 这个 就是 永远的结果 对吧 永远的结果的话 你的能量均分 不是kp哦 只是一个 可能性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 有这个h bar 对不对 這個H 這個H就是他剛才這樣 盡力的是一包一包的單位 好吧先到這裡吧 這裡的問題